国立东华大学艺术创意产业学系 期末工方成果的展览 即日起以志同道合和今日工序两大主题 在导人艺术空间带来联合成果展 不仅是技术的展示 更象征着志同道合的汇聚 国立东华大学艺术创意产业学系 1月20年期末工坊成果展 日前在导人艺术空间开幕 今工坊学子们以志同道合和今日工序两大主题 展现在金工基础 其金属断桥与造型课程中的 精湛技艺与创意成果 我们的主题是志同道合 大家应该都知道志同道合的意思 然后我们的铜是采用那个谐音的感觉 就是铜 那个金属的那个铜 我们就是用铜板去做剧错和的技巧 训练同学的创意还有技巧这样子 然后我们所有的作品就是几乎都不太一样 就可能有立体的也有平面的有花纹这样子 在过程中可能因为断桥 断桥是要用铜板或是铜棒 然后去慢慢地敲出来的 那经过不断地退火锤炼的过程中 同学人在其中就是慢慢地体会到 就是一些断桥所谓的断桥精神 就是可以慢慢地融入其中这样 那虽然说过程有蛮多就是意外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刚开始断桥锤的时候 可能会不小心敲到手啊 或者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力道等等 就导致自己的作品可能要重复非常无敌 非常多次然后去退火 那但是呢结果是可惜的 因为大家其实都在期限内就完成了自己的作品 那也对自己的作品都很满意这样子 毕竟是自己一个学期的心血 那就是也期待同学们能够在这次的展览中 然后就是获得成就感 然后来观展的人呢 也能就是从这次的作品当中 就是体会到同学们的创意以及巧思 这展览内容是我们自学期学了金属工艺 那我们有结合两个班 一个是基础进攻班 就是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进攻基础背景 然后我们自学期是会从拒切啊 这些基础进攻的技法 然后去慢慢做成他们想要的作品 然后第二堂课是我们有两个班嘛 那另外一个班是断桥班 他们已经有了第一堂课的进攻基础 所以他们这学期又再来延续进攻基础后的技法 然后再延伸断桥 然后我们去让金属慢慢去成型 做成我们要的茶壶或是茶道具组这样 志同道合探索了进攻基础班的学子们 在志同路上的匠心之旅 今日供序着呈现进阶班学子们的用心之作 同学们在日常用品如茶、池、茶杯、茶壶等 展现记忆学习成果及对于创作的付出与坚持的过程 甚至也有体育科技学生跨领域创作带来惊喜作品 这般让民众感受这些出事提升的同学 带来的进攻创作意外亮能 记者想帮演华林士报道